我這個遊戲有兩個活動 第一個是屬於代數式求職的部分 遊戲一 在上面的遊戲一 這個遊戲一最主要就是 因為我的畫面就只有兩個玩家 所以通常我們如果在班上分三四個人一組 那就是兩個人玩 另外兩個人就是先觀戰 玩完之後我們再交換這樣子 所以每一次就是四個人用一個房間代碼 對 如果說全班有三十個人的話 大概只要七組代碼 就可以解決掉一個班的量 對 大概就這樣 這是遊戲一 第二個遊戲二是一元一次方程式求解 是學生學完之後讓他們熟悉求解的步驟 然後能夠快速作答 那因為我的方程式大部分都是比較基礎型的 就沒有很複雜型 熟悉一項規則或者是用等量公理 都可以很方便交出啦這樣子 也是兩個人先玩 玩完之後一輪我們再交換 我的題目大概都是十多題左右 所以速度也都蠻快的 好 那可以大概說一下要怎麼玩嗎 比如說像遊戲一 好 我的遊戲一這邊會有代數式 這邊按出題目之後呢 它就會出一個題目放在中間這裡 左右兩邊會各有一張代表X的牌卡 兩位玩家就必須要在這個作答區 在作答區裡面把這個牌卡裡面的X 帶進去之後把它預算出來 比如說玩家一它是抽到牌卡是-1 那帶進去的話就變-6-3乘以-1 那就變-6加3 所以-6加3它就要作答 這個答案就是-3 那因為這是隨機的 所以它的組合方式很多種 所以學生他們必須要相檢核 才知道他們作答的答案對不對 那比如說玩家二 我們把它帶進去算出來就會是-6-12 -18對不對 好 那算完之後呢 那檢核兩個都正確之後 我們這邊有一個頭子 我們按下去就可以讓他們比8小 那我現在按下去是比小 那比小就變成玩家二它的答案 他們就可以判斷-3跟-18誰比較小 那-18比較小 所以這個題目就是玩家二得分 所以得分的話就把卡拉下來是嗎 對 拉下來拉到它的得分區 最主要呢 玩過幾輪之後他們就會發現說 欸我的代數是長的什麼樣子的時候 我的X值 譬如說像這個X值它前面是乘負三倍 那你就會發現說 欸我的X值如果越大 我的結果就會越小 可以觀察一下這個變化 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讓他們在學習單上面記錄 他們就可以由他們所抽到的牌卡 去觀察出這個特性這樣子 所以這個遊戲在玩的時候會有學習單是嗎 對 就是我會發簡單的一個表格 讓他們記錄他們抽到的代數是什麼 抽到的X值是什麼 對方X值大小的結果 最後兩個人玩過一輪之後讓他們比較一下 讓他們觀察出如何可以不用計算 可以快速的知道代數式的值是大或小 不是有些測驗題它就是會有四個選項 問你哪一個代進去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在不用做運算下 就可以快速的做判斷 好 那遊戲二呢 遊戲一結束之後這邊有一個遊戲一結束 那它就會收完全部的卡牌 那遊戲二的就是一個玩家會有一邊的題目 那左邊玩家一它的出題區在左邊的按鈕 按出題你就可以快速做答 譬如說這個五移過來 -5-12所以S就等於-3 那我們就快速做答-3 好 然後就翻面就可以對答案 那正確就拉 我們在遊戲要開始的時候 兩位玩家都都進來之後 我們要開始這邊有一個計時器 那我最主要就是要訓練一下他們解題的速度 所以這邊有一個五分鐘的計時器 看兩位玩家五分鐘 哪一個玩家解出來的題目最多 那正確就拉下來 那如果錯誤就請他放回去 那你放回去的話 我如果重新再出題 他會洗牌再出題是不是 對 自己做答完就清空 清空完之後再出題 他就不會是剛剛那一題 也許可以設計成說我如果答錯的話 我按清空作答區就連同那一張一起放回去就好了 這樣是不是更快一點 因為他就不要拉就好 因為我答錯了 就不要拉下來 對 因為我答對的話我就拉下來 如果錯的話我就清空作答區 我那一張就直接送回去 所以規則就這樣很簡單對不對 對 時間到就基本這樣 嗯 感覺起來就是很枯燥的 精手練習的部分把它變成是對戰遊戲 對 一個比賽 對 一個比賽 那當你這個東西變成比賽的時候 其實學生的動機就很強烈 那當然比較複雜的代數計算 還是要回歸到他紙本的作業上面去嘛 對 當然 我們上課可能只是為了要讓他能夠熟悉運算的規則這樣 按照慣例我們還是要請人來玩嘛 因為不可能是只有我們來玩嘛 好 那我們就邀請我們今天來試玩遊戲的來賓 我們的油拉魔王 易安老師 大家好 我是易安 請玉如老師當裁判 那我們先講好 因為我們是示範玩遊戲嘛 所以讓大家看一下說遊戲怎麼玩 我們玩五局就好了好不好 五局的話就是看誰贏三局誰就贏 那我跟易安先玩遊戲一 我玩家一好了好不好 好 請玉老師幫我發牌 來 出題目囉 好 所以我要編唸 -6減掉3乘-3 所以-6加9 -6加9 我是正三 對 因為一般習慣他們就是不寫正好了 但我的是-3 好 那我們就要檢核兩位玩家是不是都正確的 好 那請玉老師幫我們檢核一下 兩位都正確 那我們就要來比大小囉 好 那你們希望大還是小呢 大 耶 我們這一題這個玩家 那這邊會有計分的地方嗎 它這個牌卡上面會顯示兩張 所以你幾張就是幾分嘛 對不對 OK 好 那我知道了 好 來 第二局出題囉 3乘以-5 -15再減5 我這邊是-20 我想這樣 -12減5 -17 好 那請玉老師減合 好 哇 兩位小朋友太棒了 都答對了 那我們就要來比大小囉 好 好 我們的 -大呢 -17比較大 好 正大 小 小 所以遊戲一結束之後就按 遊戲一結束 所以就會排卡清空嘛 好 -對對對 -來 接下來呢 我們來歡迎我們的凱希仙姑 那遊戲二的話 直接開始囉 先來啦 好 仙姑的話 你是玩家一喔 13分鐘 也就是說 翼安跟凱希 所以你們只要負責 讓他答案就好 出題跟清空做法區 是我跟玉如老師來按 這樣OK嗎 好 來 計時 開始 出題 好 所以你已經答完了是嗎 那你為什麼一直不幫我按 OK 好 出題 你要講啊 你要講 你不是負責看 我負責算 你要看 你要講 那我的題目呢 好 來 你還沒幫我按出題 按了按了按了按 12等於2x6 好 減和正確 好 把你拉過來 不用減和啦 你不用先算喔 欸 負責答錯喔 我收一個負 什麼 5-12等於4x6-3 OK 好 減和正確 10等於0 0 好 首先到了 最後題了 首先到 上題 來 我們來結算一下成績 仙姑這邊是8分 逸安時跟我們這一回合 逸安胡說 喔 我覺得這個玩 減和的人很重要 因為我在按的時候 我剛才在按的時候 就是 我按完減和答案對的時候 我要幫他拉牌之後 我要再按清空作答區 再按出題 所以實際上這個手術 其實會影響到解題 我自己的想法是說 如果是在這種狂況下的話 應該是 減和 清空作答區跟出題 是應該都是仙姑來做 我覺得應該要這樣 我們減和的人 只要幫忙記 他第一題答案是多少 第二題答案多少 就答案有沒有對就好了 你按出題的時候 清空作答區跟出題一起 對對對 就直接加清空作答區在底下 就連動就好啦 清空順便出題嗎 出題還是出題 但是清空作答區 就會包含出題這樣 因為我們第一步還是要出題 對對對 所以出題還是出題 但是清空作答區 會再多一個出題的步驟 我清空同時 我上面這張收掉 會換一張新的這樣 回饋好不好 我回饋是 就是剛剛在玩的過程裡面 我們這個遊戲其實是把 我們在課程裡面 我們老師們很頭痛 在做精手練習 包含代數式的職 包含解一元釋放的事 把這個比較 無趣乏味的過程 把它做成是遊戲對戰 那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學生在玩 我覺得是會引起他們的 學習動機 我覺得這部分是它的優點 再來第二個就是 兩個人玩 兩個人減合嘛 所以配合學習單的話 玩的人跟減合的人 那減合的人也順便去監督 玩的人有沒有亂玩嘛 所以其實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 兩個玩 兩個監督 兩個減合 然後監督人兼減合 所以又搭配有學習單的話 我覺得就是可以有效的去控制 他們不要亂玩 那遊戲的優化部分 像我們今天玩完之後 我們給了運輸老師一些建議 就是優化的部分 可能就是可以簡化一些運算 那其實我們直播的時候 也是在玩遊戲 我們玩完之後會給一些建議 因為我們都設計遊戲 或在玩的過程 我們可能有一些感想 或是當下的感覺 我們馬上回饋 馬上做修正 那稍後在學無限社團的社團裡面 貼的代碼 就會是優化過的代碼 然後算的人 比賽的人自己減合自己拖拉 我覺得這樣子最沒有爭議 旁邊監督的人幫他記錄說 第一題多少 第二題多少 因為他會按出來減合答案 你就把答案記一下 說他是不是有亂拉 這樣就好了 我覺得這樣就好了 非常感謝大家的參與 那今天直播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集再見 晚安 晚安晚安 大家拜拜